中国古人认为女性的身体是不洁之物 所以对妇女设定了很多禁忌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这种思想就已经很浓厚 左传记载 荣世不济女气 意思是与作战相关的事很神圣 连女人用的器物都不能出现在现场 这种女性的歧视还出现在方方面面中 比如古代配置医药 酿酒航船等都不允许妇女出现 即便是现代 在一些未开化地区也有类似的现象 比如每逢过年举行的宗族祭祀上 祖宗牌位在唐屋正中树立 面朝着房门和院子中柔县 宗族子弟在院子里对着牌位 行焚香跪拜大礼 这期间 女性需一直待在偏房或者厨房 不能出现 直至礼仪完成 因为在一些人的眼中 女性的出现是对祖宗的不敬 亵渎了祖宗会对整个家族带来美运 不过 说了这么多 基本还都是在生活和礼仪上 对女性的歧视 在军事上 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呢 读者可以明确告诉大家 不仅有 而且还很离谱 阴门阵 今天读者就带大家一起看看 这个让女人赤身裸体上战场的阵法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大家好 我是热心读者 一会儿大家见面了 在节目开始前 麻烦帮忙点个赞 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文豪鲁迅的散文集《招花西施》中 记载一段他与保姆阿长的对话 提到太平天国运动时 阿长曾被长毛鲁去 叫他裸身站在城墙上 对抗清军的大炮 据阿长说 他们女人脱了裤子 一排排站上城墙 外面大炮就放不出来 再要放就炸了 以上这段描述应该就是历史上 对于阴门镇对抗火炮 最有名的一段记载的 而纵观历史 阴门镇出现的次数还不少 甚至是一些名将也愿意使用 在汉族名将中 有两个人非常出名 他们分别是杨玉春、杨芳 这二人当时合成二杨 杨玉春和杨芳 虽然都是汉族人 但他们都因军功被封为一等侯爵 在清朝 汉陈封侯十分不易 一等侯更是难上加难 举个例子 晚清名将左宗堂 收复新疆 功勋捉住 最后只被封二等侯 可见 二杨的功勋并不输左宗堂 二杨中 杨芳在镇压白连教起义 平定新疆 张戈尔叛乱时立下齐功 但最终却在和英国舰队大战一场后 身败名裂 原因就是阴门镇 而这件事还要从虎门硝烟说起 清朝道光年间 道光皇帝下令禁烟 并派林则徐前往广东 道光十九年十月 虎门硝烟正式开始 全国百姓拍手称快 虎门硝烟让英国失去了 继续倾销鸦片的市场 英国以此为由 从印度派军舰前来 向清朝宣战 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道光皇帝闻讯后 也下令对英国宣战 然而 战争初期 英国军舰的威力实在太大 靖匿将军兵败 广东水师提督战死 在当时 急需要一位资历深厚 用兵如神的老将来力挽狂澜 于是 靖匿将军连忙上书 请道光派杨芳前来助阵 杨芳当年七十岁 九经战争 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名将 名将杨芳到来后 清军将士们的士气 立即高涨起来 就连道光皇帝也下令 一定要把英军打败 让他们再不敢侵犯大清国土 但是所有人的期望 让杨芳内心十分紧张 杨芳虽然身经百战 但从未遇到过如此强大对手 杨芳亲临现场 当场就被英国人的 箭炮震撼出来 杨芳15岁从军 在沙场滚爬55年 见过新疆叛军的火枪 也见过沙俄人的火炮 但从来没见过威力 如此强大的舰队 毕竟 一边是木头船 一边是铁架舰 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尤其是火炮 更是给杨芳带来极大的震撼 现在我们都知道 清朝闭关锁国 科技发展停滞 所以武器装备落后于世界 但古人并不了解这些 杨芳左思右想 终于得出一个决论 英国的箭炮不是正道 而是邪术 中国古人深信阴阳学说 杨芳从兵法上了解到 欲破邪术必须要用阴门阵 所谓阴门阵 就是用极阴之物布置成的战阵 事实上 阴门阵在清朝并不罕见 他的老对手白连教 就是玩阴门阵的行家 嘉庆年间 白连教攻打清军 让女弟子脱下裤子 用下体对准清军大炮 一子排开 最后竟然意外取胜 杨芳作为当时名将熟读诗书 他认为白连教的做法不雅 也不想让手无寸体的女子 上战场送死 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 用其他极阴的东西来代替 当时杨芳提了两个方案 第一用狗血 第二用妇女的排泄物 因为广州的狗不多 用新鲜狗血也不易存储 最后杨芳和众将一致决定 用第二方案 主意已定 杨芳开了动员大会 让当地所有的保长 便收锁禁妇女逆气为压胜具 再以木筏出狱巫统 接下来两军大战 在珠江江面上 杨芳一声令驾 数万个装着妇女粪便的马桶 被装在一个个木筏之上 沿着江水水流而下 两岸的清军喊声不绝 都等着看英国军舰 被阴门阵攻克的场景 英军看到一个个木筏 飘了过来 大惊失色 还以为是爆炸物 连忙在木筏靠近之前 全部将其击沉 一时间 江面上炮火连天 接下来臭气熏天 木筒碎屑纷飞 一场大战成了闹剧 最终 清军大败而归 此战过后 杨芳因用马桶对抗英国军舰 成为笑柄 一世英明尽毁 杨芳主动上述请罪 自请调回湖南任提督 后来 道光又令杨芳出战 杨芳没有破敌之法 建议一和 六年后 杨芳育而终 以上 还只能算是阴门镇的初级用法 更高级的还在后面 相传 明朝万利杨映龙叛乱 也用过阴门镇 公元1599年 波州吐司杨映龙叛乱 朝廷派辽东巡抚李化龙 前往征讨 两军交战的时候 杨映龙的叛军命令 几百名妇女 立于高地之上 脱衣服 手里拿着本计 一种类似铲子的工具 对着官兵煽动 而这种奇葩的行为 却让明朝官军害怕不已 纷纷烧烟 用狗血泼向敌军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场景呢 原来官军一路之上 就已经听说 波州叛乱中 杨映龙常常驱使 军队妇女 每件官兵 欲使用火冲 火炮之类的火器 禁令妇女去医 对着大炮方向 极其邪恶 以至于官兵下达军令 一遇此等阵法 便要泼黑狗血 烧烟等等手段 破解敌军法术 除了杨映龙之外 大家都很熟悉的张献忠 也用过这招 而且十分毒辣 有记载称 张献忠抓到妇女后 允许部下实时摧残 之后去医消首 在插在土中 而且动不动 就是成百上千句 围绕城墙 形成一个圆弧 这现场到底有多惨烈 各位可以自行脑补 别说是现代人 既然古代官军 也不忍直视 胆子小的甚至被当场吓死 正所谓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有阴门阵 自然就会有阳门阵 同样是明末大乱 河南总兵陈永福 面对此等阴门阵时 就别出心裁地摆出一个阳门阵 什么叫阳门阵呢 古代人认为 女人的姓阴 男人姓阳 男人中 什么人最阳 和尚 尤其是自幼出家的和尚 各个都是童子身 按照古代人思维 这些人的血都是白的 阳的没边 所以 当陈永福遇到阴门阵后 便派出军中僧人 连同15岁以上的官兵 释放同样招数 然后向敌人发射远程武器 每一战皆胜 陈永福还阳阳得地 觉得自己是个大聪明 实际上 就是瞎猫撞见死耗子而已 说了这么多 其实不管是阴门阵 还是阳门阵 是用来保家卫国 还是用来造反起义 这种现象出现 归根到底 都是清朝闭关锁国的后果 还是那句话 愚昧就要落后 落后就挨打 只有更好的了解 认识科学 才能更好的武装自己 才能国家强大 不让耻辱的历史重演 好了 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